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阿哲他在我們的專欄裡問了幾個問題 有關冰地瓜的問題 他說我們有提到過 冰地瓜裡面會有比較多的抗性澱粉 所以吸收的熱量會比較少 他問說冰地瓜能不能用冷藏的方式不要冰凍 是不是同樣有效果 第二個問題他說 不是說吃冰的新陳代謝會降低嗎 吃冰地瓜豈不是讓新陳代謝變比較少 變比較下降 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他每天早餐都會吃地瓜加烏糖豆漿 加一顆水煮蛋 為什麼他肚子還會空空的一直想吃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冰地瓜如果是用冷藏的方式 一樣有效果的 它的主要的作用的原理是因為 澱粉加熱之後 在冷藏的過程當中 它的分子重新排列 變得比較不容易被我們的消化液所消化跟吸收 所以它的熱量吸收會比較少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吃冰的東西到底是會新陳代謝增加 還是新陳代謝減少 其實這個我們以前討論過 其實這個阿澤搞錯了 這個吃冰的東西呢 新陳代謝是增加的 這個國外有做過一個試驗 我們如果喝了500cc 3度C的冰水喝下去呢 事實上我們的新陳代謝是提升 大概百分之4.5% 同時會維持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冷的刺激會導致我們的新陳代謝提升 然後燃燒更多的熱量 把這個吃進來這個冷的東西 把它溫度上升 但是它的效果是短暫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阿澤再請你了解一下 那第三個就是說 為什麼你吃這樣的東西 早餐以後明明已經吃飽了 還會覺得餓呢 其實我想的主要的問題是因為你的體積畢竟還算少 如果一個小條的地瓜 再一個豆漿跟水煮蛋真的體積是不大的 如果你的胃已經習慣被你撐到了 你會覺得沒有飽足感 我的建議是多喝水 你只要再喝300到500cc的水 就可以讓你有飽足感了 佩宇呢 她在我們的專欄裡問說 哎呀她說大家都說減肥就是要運動運動 少吃少吃什麼少糖少油啊 她說除了這個運動跟少糖少油這個以外 難道就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可以讓她快速的能夠瘦下來呢 能不能吃一點什麼藥啊來幫助減肥 我看了一下這個佩宇的年紀 你現在只有16歲 160公分但是卻有70公斤 我可以想像得出來160的女生 如果70公斤的確是偏胖了一些的 那但是我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其實佩宇這個良藥苦口啊 這個忠言逆耳啊 其實我們講減肥就是少吃多動 要有恆心對不對 那雖然說這個話呢是老生常談 但是他是真理 所以我覺得你要去省事一下 你自己的這個飲食狀態 跟你的生活作息 如果說你會喝一些寒糖飲料啊 或者你兩餐中間你會吃一些洋芋片啊 心情好你也要多吃 因為很高興慶祝 心情不好你也要多吃 因為要發洩 如果這樣的話呢 你注定是要發胖的 所以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你看看一下 如果你哪個地方的食物熱量的攝取 能夠適度的減少一些 最重要是從三餐以外的時間 不要吃任何有熱量的東西 包括飲料 包括零嘴點心蛋糕啊這些東西 然後呢適度的增加一些你身體的活動量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只要沒事 不要一直坐在椅子上 有機會你就站起來 連捷運搭捷運的時候 那邊有位置你都不要坐 你就站在那邊 然後呢讓身體去大腿 有機會去支撐你上半身的重量 因為根據醫學上的研究 這樣子呢就可以讓你的脂肪增加 那個分解跟燃燒 對於這個提升你脂肪燃燒的效率 就是有幫助的 好熱量減少 熱量進來減少了 出去又慢慢的增加了 你一定會成功的 請你要記住我的話 好劉茗玉 一個可能是男生 18歲 那他在我們專欄裡問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減肥 他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什麼辦法可以讓他快速減肥 那他的身高呢164公分 體重卻有87公斤 這個看起來的確是太胖了 那我想呢對於名譽來說呢 應該在交朋友 我們講交女朋友這方面呢 可能會遇到一些困擾 因為可能太胖了一些 而且他也不是很高 所以這個部分我會建議 快速減肥要這麼說吧 如果說是你體重的下降 我們講快速減肥會產生一些健康上的損害 例如說你可能會掉髮 你可能會膽結石 你可能會耳鳴 這些問題都是快速減肥的後遺症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 用不正確或是極端的方法呢 達到快速減肥的這個效果 那基本上來講循序漸進 大概一個月瘦4到6公斤 這是比較建議的一個正確的做法 那如果說你要講說 身體的雕塑 可以讓你很快的感覺身體變瘦 那麼這個當然是醫學美容方面的範疇 就是說可以讓你 我們講容脂 可以讓你很粗的腿 或很胖的肚子 能夠消下去 那但是雖然外型上 可以讓你迅速改變 可是體重呢 並不會下降太多 所以最好是能夠雙管齊下 那麼這個 有關這個快速減肥這一塊呢 我要給明玉的這個建議是說 因為你現在體重只有 對不起你的身高 你的年紀只有18歲 我會建議你先不要急著 要讓體重快速下降 你應該怎麼樣 因為你是男生18歲 是發育的尾端 我建議你還可以盡量增加你的運動量 增加一點跳躍的運動 那麼藉由你身高 說不定還有機會再拉高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你增強運動量 然後適度的減少一些零食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是有希望讓你變成小鮮肉 好 一如他在我們的專欄裡問說 他的生活作息跟一般人是顛倒的 就是說我們講白天工作 但是他是晚上工作 他的作息是每天會睡到下午4點起來 起來的時候他會吃一點飯菜肉這些東西 但是他都說他是少糖跟少鹽少油 然後吃完飯他會回去睡個覺 大概到上班前晚上11點之前他會起來 然後他會吃一下永和豆漿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去工作 第二天下班7點多 他會把前一天晚上剩菜剩飯再拿回來熱一熱再吃一下 他說他吃的並不多 那為什麼他一直瘦不下來 當然他這裡面有提到說他的這個身高跟體重 但是只有提到一個他年紀有31歲 那31歲我們知道新陳代謝一定是比25歲要來的差一些 可是差不代表說你一定會發胖的 所以一如這邊我要給你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是不是先去想一想你的月經你的MC規不規律 如果你的MC不規律 那你要懷疑會不會有一些多囊性暖潮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你有沒有在使用什麼藥物 包括有些人因為失眠 他會吃一些憂鬱症的藥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免疫方面的問題 他會吃一些類固醇對不對 或者是還有一種高血壓心率不整的藥 這種藥都會導致我們的脂肪容易堆積 那就莫名其妙你明明沒有多吃卻會發胖 好排除掉這個藥物跟疾病的話 我要跟一如講的就是說 我們在門診當中也有遇到很多人來減肥 他都跟我說他沒吃什麼東西 可是講一講以後他說 那可是他有時候會泡燕麥加牛奶 那再來之後他說都沒有吃飯 可是他卻吃麵吃冬粉 他說他都不吃麵包 可是有時候卻會吃一些水果 那這些東西都有熱量 你不要以為這些東西不吃 你就換成水果或者麵 你就不會發胖 照樣發胖的 所以我要給一如講說 還是要從飲食內容去行思 然後再加上一些生活作息的調整 這樣你才會成功的 我們會看到他在專欄裡面問到說 他是一個有運動習慣的人 可是他現在體重居然還是73公斤 體脂率居然還高到34% 那他的運動很特別喔 他一個禮拜運動四次喔 可是他這個運動的內容包括瑜伽、有氧舞蹈跟塔巴塔 那這樣多種類型 然後呢長時間的運動 卻還是體脂率這麼高 34% 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鍾小姐不知道你的運動的狀況是如何 因為如果照你這樣講 你的肌肉量應該是蠻多的 那麼體脂率應該是會下降的 除非有幾個狀況 就是說你可能在運動完以後 還是這樣大吃 然後把這些熱量統統補回去 同時可能吃到一些高熱量的東西 好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 我希望你以後 再把你的這個飲食的狀況 再跟我講一下 我再幫你分析分析 那這裡你有提到三個問題 你說第一個 這個DGI飲食 他說 DGI飲食 有人講說這個豆類食品 是高蛋白對不對 植物蛋白 那也有人講說裡面澱粉質很高 是不是真的 會發胖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你有提到說 我在電視節目裡說 這個想要減肥應該在運動後 趁他還沒完全疲勞消除的 兩個小時內用正餐 那我當然也有提到說 如果這個時候 你有吃到澱粉類的東西 肌肉量會增加 所以他你就很懷疑嗎 你說那我這樣講 又要運動不要吃 或者說又要吃 又要避免吃澱粉 那吃澱粉又會發胖 那你會都被搞混了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給你補充一下 再來你第三個問題是說 有人講 有一個營養師講說 什麼要吃澱粉 如果避免被吸收 要跟油包著吃 因為油會把澱粉包起來 我這裡要必須跟你講的 第一個 這個豆類製品 主要還是高蛋白 它的澱粉質很少 所以我覺得說 你這個不要擔心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講運動後 避免吃澱粉 不是說運動後 完全不要吃澱粉 那我講的是說 運動後如果吃澱粉 你的肌肉量會增加 但是增加 對你並沒有壞處的 因為肌肉量增加 對於你的代謝會更好 所以我們在運動後 兩個小時內 用正餐 這樣你不會吃到額外的熱量 意思是把你三餐當中 應該吃的熱量吃進來 可是卻增長了你的肌肉量 所以這樣是有好處的 第三點 這個脂肪能不能包住澱粉 避免澱粉 使血糖上升的這個好處 我跟你講沒有這樣的效果 為什麼 因為脂肪跟這個澱粉 到了胃部以後 都會變成十米 就是變成一個一坨 這樣子混在一起的 不可能這個時候 油還會包住澱粉 讓澱粉不要被吸收 所以你不要被騙了 講這個話的人 是不懂得生理學跟消化學的人 所以你要多看看我們的專欄 然後吸收正確的知識 這是我給你的建議 字幕irmi旻 《俠盛 國語旻之夜》 微笑笑